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是Yuka老师 今天是初级日的第23课 看完今天的视频之后,你会学到这三种语法 それでは,开始吧 那首先第一个语法是这个 经过离开的时候使用的语法 前面放地方,然后后面接O动词 那我们一起看例子吧 あの橋を渡ってください 过桥用日叫橋を渡ります 桥是橋 然后过渡ります 这一次的话,请求别人模式 所以请求别人模式的时候使用的语法是 动词的提醒Jください 渡ります的提醒是渡ってください 打车的时候使用这句话 那下面 このバスは駅前を通ります 公共駅车、公交车、バス 然后バス经过的地方是駅前 所以呢,駅前的后面接Oを通ります 駅前是车站移带的意思 一般在日本駅前指的是电车地铁的那些铁道的车站的一带 叫駅前 有的学英文的学校呢 他的广告上面说駅前留学 那家公司的学校都在车站的附近 所以呢,他们叫駅前留学有这样的广告 好,那下面 可以离开呢 是从家离开 所以地方的后面接O 然后出ます 家を出ます 是离开家的意思 那下面我们一起看第二个语法吧 第二个语法是这个 名字的后面接に 然后后面接动词 那我们先看例子吧 新幹線它就是使用的交通工具 所以交通工具的后面接に乗ります 那除了新幹線以外 地铁地鱼ち dû駅 coachesに乗ります 那马員儿 key you look at the Tesla 飞机 行機乗り مở萬 Jason 电车 電車 公交車 バス と亦利用 に乗ります 那下面 姉米は公園で自転シャに乗りました 駅自行斜 這樣 家通工具的后面接に乗рりました 因为这个是过去型 所以乗りました 那么下面 坐在椅子上的时候也使用这个语法 那下面 文件用语叫書類 包里面 把东西放到哪里 这个时候也使用这个语法 那各位的话 每天上班上学的时候 用什么交通工具呢 我的话 各位的话 利用什么交通工具呢 在底下留言告诉我吧 那么第三个语法 下面一起看看吧 第三个语法是 前面是目的地 然后后面接に 然后动词 就是这个语法呢 之前我们学过移动行为的目的地 是用a表示 但是其实这个a也可以使用に 那我们简单的看例子吧 私は明日映画館に行きます 之前学过的语法是这个部分 但是也可以用に 映画館に行きます 然后下面 o さんは家に带いました 这个部分之前学过的是a 但是也可以使用に 这样表示移动的目的地的话 也可以使用に 那么下面我们一起练习吧 这些中文用日日怎么说呢 那第一个语法 吉典女婿 吉典女婿 吉典さん 下个月 来月 大学毕业 怎么说 离开某个地点的时候 用什么语法呢 吉典さんは来月大学を卒業します 离开大学嘛 毕业算是离开 所以使用o 那下面 公共汽车 バス 然后经过 通ります 经过某个地方的时候 使用什么语法呢 是这个 このバスは駅前を通ります 车站以带 是駅前 然后经过的地方用o 表示 このバスは駅前を通ります 那么下面 坐的时候 用什么语法呢 ここに座ってください ここに座ってください 因为这个话 请 什么什么 请求别人模式嘛 所以这时候用的语法是 提醒的话 面接ください ここに座ってください 那下面 最后一个 钱包放在包里了 钱包 是 財布 然后包里 カバン 那这 也是使用 に表示 カバンに財布を入れました カバンに財布を入れました 放的地方是 カバン 在カバン地方的后面接 に カバンに財布を入れました 比如说 我每天出门的时候 私は毎日朝 カバンに財布と カギと 携帯電話と ハンカチを入れます 各位的话 每天出门的时候 放什么东西呢 はい それでは 今日の授業はここまでです 今天的视频到此 结束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请订阅 点赞 留言 我的视频吧 那么 下一个影片 这样 大家好好 复习哦 またね 拜拜 なんか端っこにいると 顔が広く見えますね 真ん中に来ると 細くなる なんで カメラってそういうものなの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